如果吳敦毅主席真的有拿4000块给韩国瑜 我可以辞掉高雄市市长 韩国瑜生气了 以至可以辞掉高雄市长 显见他的怒火有多大 就是直接冲着前国民党立委蔡振元而来 更强烈表态要蔡振元不要空口说白话 我再说一遍 我会辞掉高雄市市长 代表我的人格不容易这样的怀疑 但触怒韩国瑜的事可不止这一件 还有媒体人黄光琴和夫人李嘉芬之间 150万元的版税争议持续不断延烧 现在最新消息更传出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受访的时候曾经讲出 军国大事后宫不要干政 这也让外界解读 这是在义有所致韩国瑜夫人李嘉芬有干政之嫌 为什么要用什么夫人干政 什么利益勾结 什么韩国瑜想发大财 韩国瑜想发大财在北农查账的时候 12张传票下来检察官 我就要抓去坐牢了 我绝对没有这种非分之想 不甘被抹黑也不愿被贴标签 韩国瑜说自己从未有过非分之想 要那些抹黑他家人的人放马过来 在发表总统初选五点声明之后 韩国瑜频频亲上火线 炮火一次比一次更加猛烈 环宇新闻林维开李嘉芋高雄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